明珠臣服 第一章 掌上明珠 父亲一是靳安侯府的掌上明珠 自小辈家人呵护被制 拥有如化的滋容和文雅的教养 家中长辈视她如珍宝 府中下人更是小心事后 生怕有任何疏忽 靳安侯夫人由爱这个唯一的女儿 对她抱以无限的期望 当父亲一年满十六时 宫里传来消息 父夫人的妹妹已是皇宫玉贵妃 亲自为她指婚 只给玉贵妃 的养子七皇子楚灵安 父亲一并未见过这位养子七皇子 但听闻她素来稳重内敛 长相俊美 才华横溢 宫内外众多女子都暗自倾慕于她 玉贵妃一向对亲一疼爱有加 这门亲事无疑是将父亲一 推向一个无比光彩的未来 她满怀憧憬 嫁入皇宫 成为了七皇子的郑妃 两人婚前的相处虽然寥寥 但她对她温文尔雅的印象深刻 觉得这将是一段彼此敬爱 相濡以沫的姻缘 然而真正的生活远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第二章 大婚夜的冷落 大婚之夜 父亲一满心欢喜的等待着七皇子 然而当她满怀期待的等到深夜 却听闻七皇子去往了窃室沈玄的房间 父亲一心中一紧 随即又压下不安 告诉自己或许只是临时有事 七皇子会回来 可惜她整夜哭作无眠 七皇子并未踏入她的房间一步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宫中 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笑柄 人人都嘲笑这位静安侯的女儿成了笑话 连新婚夜都无法留住丈夫 这一刻父亲一才明白 原来她并非七皇子的唯一 而自己这段婚姻或许只是 皇室安排的一桩权谋 她骄傲得心盈盈作痛 但还是选择沉默 第三章 宫中的流言蜚语 自此 父亲一日复一日的独守空房 七皇子楚临安对她彬彬有礼 却也始终保持着疏远 后宫非平和各府敌女们 逐渐得知了她的窘境 暗地里讥笑她 皇宫中的沈玄出身不高 却容貌美丽 性情温柔 七皇子待她极为关爱 甚至有毅力她为侧妃的传言 也甚嚣成上 在这压抑的环境中 父亲一一边在婆婆玉贵妃面前 保持娴熟的姿态 一边忍受着众人嘲讽的目光 她原以为能在婚姻中找到幸福 却变成了宫中人情冷暖的见证者 玉贵妃对此并不以为意 反倒提醒她要稳住嫡妃的位置 从而保持侯府和皇宫的联系 然而 这一切冷漠的处境 让父亲一内心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她渐渐明白 这座宫墙深深 所有的温情与相近如宾 原来都是一种奢望 第四章 骄傲的反击 父亲一的心慢慢冷却 她不再对七皇子的关注抱有期盼 开始将心思投入到其他事情上 她表面依旧端庄大方 却不再在七皇子面前小心讨好 她开始频繁往来于宫中各处 认识了太后 贤妃等宫中要员 逐渐与众位夫人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一次宴会上 众人又拐弯抹脚地嘲讽其他的尴尬处境 父亲一面不改色地说 皇子选择在哪里留宿是他的事 身为嫡妃 我自有家是荣光 这一番话顿时让众人无言以对 自此之后 这些流言蜚语开始逐渐减少 大家再不敢轻易招惹她 她不再为了七皇子的宠爱而委屈自己 反倒在宫中闪闪发光 她的美貌与气质加上敏锐的智慧 让她成为一众夫人们争相结交的对象 太后对她越发赏识 时常照她进宫陪伴 这些举动都落在七皇子的眼中 楚林安渐渐开始注意到这位冷静自持的嫡妃 轻衣的坚韧与独立让她感到意外 她不再是那个渴望依赖她的柔弱女子 而是一个有着骄傲和智慧的女人 第五章 七皇子的心动 随着轻衣的逐渐改变 楚林安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她的情感 沈玄的美丽温柔 虽让她一时沉迷 但相处久了却发现缺乏精神上的契合 反观轻衣 她对任何人都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礼仪和风度 却从不向她低声下气 这反倒让她不禁对她产生了深厚的好奇 有一天 楚林安邀请轻衣一同出席一场宫中晚宴 轻衣的端庄大方引来众人瞩目 她沉稳地应对让在场的贵人们刮目相看 当楚林安偷偷看向轻衣时 她不经意间展现出的骄傲和自信 让她的心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轻衣对她依然不冷不热 无论她如何试图靠近 她都不再露出期待与依赖的神色 楚林安的心中逐渐感到空虚 她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决定是否正确 为何在她逐渐远离时 心中反而伸出一丝不舍 第六章 两人的对话 某日深夜 楚林安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傅轻衣的房门 她从未想过 这个曾经自己苦等的人会主动来寻她 轻衣 这些日子以来 我 她显得有些愁躇 似乎在斟酌如何表达自己的歉意与懊悔 傅轻衣淡淡地看着她 静静地说 王爷若是有话 不妨直接说 楚林安望着她的冷静 深吸一口气 低声道 我知道我对你有所亏欠 我不该 轻衣只是微微一笑 打断了她的话 王爷的心意 妾身早已明白 如今我只求能安分守己 无意再奢求其他 楚林安心头一震 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竟然在呼起她的感受来 轻衣的目光不再带着爱慕与依赖 这让她无比失落 却又无法责怪她 第七章 重拾荣光 随着父轻衣在宫中的日子越发增长 她的生活与心境也在悄然改变 之前那段孤独的日子似乎已经远去 取而代之的是她对未来的渴望与希望 轻衣的身影逐渐在宫中越发亮眼 她的聪慧与才华不断得到众人的肯定 一日 太后召见了她 面对面交谈时 太后对她的赞誉之词 让轻衣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 太后说到 轻衣 正一直看好你 你不仅有着美丽的外貌 更有着出众的才华 希望你能在皇宫中发挥自己的光芒 让更多人看到你的能力 轻衣感激的行李 心中暗自发誓要以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宫中的局面 她开始积极参与宫中的各项活动 并利用自己的智慧和人脉 推动一些有利于宫中和百姓的事情 不久之后 轻衣成功地促成了一场以节约位主题的宫中会议 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府中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方案 这一举措受到了众人的赞扬 让她在宫中的地位愈加稳固 尤其是与太后的关系更加亲近 第八章 合作与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父亲一与楚林安之间的互动也变得愈加频繁 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夫妻 而是成为了彼此的伙伴 楚林安常常向亲一请教宫中事务 而亲一也会主动关心她的工作 两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日益增强 某次 楚林安向亲一坦白了自己对政务的困惑 亲一耐心地为她分析当前的形势与局势 当她看到亲一在面对正事时的冷静与果断 不经心声赞赏 她惊讶地发现 这位原本看似柔弱的嫡妃 如今却是能够在危机中保持清醒的人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楚林安在一次商讨中感慨道 我一直以为你只会关注非平之事 没想到你在这方面的见解如此独到 亲一微微一笑 眼神中透着一丝坚定 王爷 后宫的事固然重要 但国家的事才是根本 我希望能用我的力量帮助您 让这个国家更加繁荣 楚林安被她的话深深打动 内心对亲一的欣赏与爱慕越发加深 此时的亲一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单纯无知的小姑娘 而是一位真正的贤妃 她懂得政治 懂得权谋 甚至懂得如何与丈夫共同进退 第九章 逆境中的挑战 就在亲一与楚林安的感情愈加升温之际 宫中却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 某日 亲一在后宫得知一则不好的消息 有几位全臣联手 意图谋反 企图推翻楚林安的地位 这一消息令亲一感到震惊 但她很快冷静下来 她知道 若此事不加以控制 后果将不堪设想 她立即告诉楚林安 并建议她进一步加强朝廷的防范措施 这些人若真的敢动手 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亲一坚定地说道 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明白 这个皇宫不是他们随意挑衅的地方 楚林安点头 对亲一的果断与聪明感到惊讶 于是 他们开始制定反击的计划 亲一与楚林安联手 迅速联合起忠于皇室的官员 秘密地展开了一场宫中清洗行动 第十章 危机中的英勇 随着调查的深入 亲一与楚林安发现了 这场阴谋的主谋 正是几位绅士浩大的全臣 这些人原本在朝中威望颇高 但在亲一的巧妙布局下 他们的秘密活动渐渐被揭开 在一次重要的朝会上 楚林安将这些全臣的罪行当面指责出来 让全场震惊 全臣们虽一开始不屑一顾 但随着证据的逐步浮现 他们无法再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 当场面愈加紧张 亲一决定站出来 为楚林安辩护 王爷一心为国 若有全臣妄图谋反 必须严加惩智 否则将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的话语坚定 瞬间吸引了朝中其他大臣的目光 最终 在楚林安的带领下 这些叛逆的全臣被逮捕 反叛计划被彻底粉碎 这一事件不仅巩固了楚林安的地位 也让父亲一在宫中获得了无数赞誉 第十一章 爱情的重建 随着全臣叛乱的结束 清一与楚林安的关系也进一步加深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势 他们携手共渡难关 这让他们的心更加靠近 某个夜晚 楚林安特意带清一来到宫中的花园 繁星闪烁 清风拂面 楚林安握住清一的手 柔声道 我明白这些日子你所承受的压力与挑战 让我心中充满歉意 若非有你 我或许无法度过这一劫 清一看着他 眼中闪过一丝温柔 王爷 不必自责 我也在这段时间中变得更加坚强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与彼此而奋斗 未来的路还长 我希望能与你并肩走下去 此时 楚林安的心中燃起一股暖流 他感受到清一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的小女孩 而是一位坚毅果敢的女性 这份感情经历了考验 却欲加牢固 第十二章 携手共进的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父清一与楚林安的感情欲加深厚 他们共同治理后宫与朝政 清一的才华与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成为了楚林安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清一开始着手推动一系列的改革 致力于改善百姓的生活 推动农业发展 新办学校等 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更好的明天 楚林安则在他的支持下 逐步建立起强大的政治联盟 他们携手并进 让整个国家在内部稳定的基础上 开始逐渐强盛起来 而在每一次的挑战与困难中 他们都更加珍惜彼此 清一在楚林安的身边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安全 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 正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结尾 在这段时间里 父清一的生命中不再有迷茫与孤独 而是充满了爱与力量 她从一位被宠爱的小公主 蜕变为一位坚韧而智慧的贤妃 最终 清一与楚林安的感情稳固 携手面对未来的每一个挑战 他们的爱情如同璀璨的明珠 闪耀着属于他们的光芒 在这个繁华的宫廷中 留下了无数传奇的故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